线上没有完美的房子 因为完美的房子 它的价格也不一定完美 你好 我是Michael 欢迎收看房市值多少 第25集 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的是 Paradigm Suits by Elegant Base Let's go Paradigm Suits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 Pocket Development 它的地就在我的身后 所以你会感觉到 它其实不会很大 所以这张情况之下 它们也只是建了 96个Density 非常非常的适合用来 自己住 那在它的身后 其实这边 它没有 Surrender 了一条路 就是到时候 直接可以通去 后面的 所以你现在在这个Side At the moment 你是有很多条路线 是可以进来的 但是有一些 它会是属于比较小路 把这条路它做好了过后 可能它就会有 很大的进步了 如果是说 今天还不太了解 它的location 在哪里的朋友们 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Pocket Star 就是Paradigm 然后上面这一条 其实就是BKE Highway which就是你可以直接 倒到Kulim的 然后上面这条 是直接可以给你去到 SB或者是Arlostar的啦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DOT 其实这个就是Aion Bigs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Sunway Carnival Mall了 所以它整个的location 是很strategic的 就算是Hospital Sibranjaya 然后很多那些政府部门 都是在这一个 Surrounding里面罢了 那这样刚好今天 他们有Road Show So Skilled Model 等一下我们会去 那个Mall那边拍 现在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Outlook 是大概长怎么样 那On the way 我们也顺便看一下的就是 它的Surrounding 那Surrounding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后面有另外两栋的condo 这边大部分都是Landed 有Single Story Double Story 甚至去到Triple Story 我有search了一些价钱 就是差不多Single Story 1500的都会在600多千左右 然后像这种大间的 有去到1.9M的都有 那除了外面有一到两条 比较宽一点的马路 这边其实有很多的小路 你可以通来通去 好处来讲的话就是 四通八达咯 我要去哪里都比较方便 不好的东西啊 可能就是路比较狭窄 你用Waze的话 Waze就是教你走这种小路咯 那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两到三分钟的车程 我们就到了这一个Aeon Big 所以你要来买Goo Series 要来走走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Skill Model 从Guard House进来 右手边的话 as usual会有一些Visitor Card Box 所以来到了这一个Set 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sloped down的 因为它的Card Box 其实没有每一层都是往上转 而是有一些是在Basement 一些是在Ground Floor 还有一些是在Level 1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管我的Card Park在那里 我都不用担心 我要转到很多圈的一个效益 Basement Ground Floor Level 1都是Card Park 来到了Level 2就是它的Facility PODEUM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是Double Volume的一个Hight 所以这边有Swing Pool Gym Community Hall 一个Basic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的Maintainance Fees 也没有去到太高 只是在15Cm per square foot而已 是非常Affordable的 我整个Building的Facing Either你是向东或者是向西 So 如果今天你是向东的话 你晚上的View就比较暗一点点 因为那一个Site 大部分都是稻田为主 But早上就Greenery啦 那如果是向West的话 晚上你的Night View就会比较亮 因为这边是向着城市的 那每一间都是Semili Concept 因为都是Corner Corner unit 一楼只有8间 一个Face只有4间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Building Plan Let's go 那这整个就是它的Building Plan 它Total有4种的Layout Starting from 1271 到1596Sqfts 那你可以看到它 一楼只有8间 So 每一间都是可以算得上 是Semi-D的Concept啦 那Building里面会有2个Lift 来Service 96个Density 对我而言是非常足够的实用的 走出来Corner unit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会有一个Access Door which就是可以比较Privacy一点点 But then 它的Corridor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大概就只是5侧 然后这边也是封闭 这边也是封闭 是有两个小床 By experience 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Corridor 比较低楼来讲的话 会是比较暗的 因为它没有Natural的Lighting 会进来 都是单靠这些楼上的Void Area 还有这些小床罢了 So 这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它的灯应该要24时都要开着灯 对于Low Density的Project来说的话 Car Park 一定是他们的Advantage 第一个 它不用转到很多层楼 But 在不用转的情况之下 这一个Developer 他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Plan Instead of 每一个Car Park 都要转上楼 它把其中一层楼 坐在Basement Which Ground floor 你进来 Either 你是Go down Flat Or go up to Level 1 So 很好耶这个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黄色的Sticker是已经Book了 And 牌色的 是已经Sign了S&P 所以它其实算是蛮Selling fast的 剩下的Unit 并不多 那Based on 这四种的Layout 今天我们选其中一种来看 那从这里大门进来 没有意外的话 这边应该会有一个适合的Foyer 然后你进来的时候 Kitchen在你的Site 这个Yard Area 应该蛮适合这边的Market Dining Area 12层的客厅 然后这一个Balcony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 应该也是算是蛮大的 Then 走过来这里 就有一间两间三间房 So 三间房attached 两间Toilet 比较concern的东西 是你可以看到Bedroom Tree 它的窗是比较小的 那这个的光线会不会很Healthy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 But 它的好处就是 每一间房不管是大房还是小房都好 你至少都能放得下Queen side 甚至去到King 都不是一个问题 那一回到你的家 这边会有一个五扯宽的Foyer 所以这个Site 你要做成一个shoe rack 是没有问题 大门也会给你一个四扯宽的大门 走到来这一个Site 你就可以看到Kitchen 其实就是在你的旁边 So 这边如果是很喜欢大煮大草的妈妈们 你要把它弄成一个Slighting door 是没有问题的 进到来这边就算你放完你的冰箱 再加买你的这一个Cabinet 你还有一个两扯半的Walkway可以走 So 你要在这边大展身手是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L-Shape 的Kitchen 火水是直接把你分好的 就非你还要另外再 Top up 你自己的Design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Yard Area 其实是非常的大 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Size 是非常非常的宽 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们 你们要晒衣服 我觉得相信啊 这边一定是非常的够用 So 这里是到你的墙壁 然后这边就是White Area 那如果是讲你要做成那个窗户的话 你可以Seek for他们的Management 拿他们指定的Design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Kitchen 变得更加大的话 其实这一个 你是可以把它Hack掉 你Hack掉了过后 你整个东西 甚至你可以把它分成Dry and Wet Kitchen 的设计都没有问题 那来到了它的客厅 你要放下一个传统式的 六人饭座没有问题 或者是你要把它Convert 其实变成Island的Concept 都也可以 至于在你的Living Area 这边来讲的话 是12吨宽 然后10.3吨的高度 现在这里是Show Room 你会感觉到比较矮一点 你实际拿屋子的时候 是有10.3吨这么高的 那同样啦 12吨的话 也就是可以放得下多大的电视机呢 80到85吨都不是一个问题 配合着Buttonworth的市场需求 Balcony必须要特别的大 那这边有一个4吨深的Balcony 然后这里是一个Railing 这个它没有用玻璃 Tamper Glass来作为你的篱笆 的确是有点可惜啦 But then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它通风的那一个Quality 就更加的顺畅咯 那这边的View 到时Either你是看着Serval Jaya 或者是另外一个Site 你会是看着稻田 让你有稻香的感觉 那来到了它的CORRIDOR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4吨半那么宽 对于你们要搬比较大的家具 比如大床啊 大CABINET的时候 这一个走廊 就会非常的方便使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洗手间 这个是客厅的BATHROOM And 它给的是Clayton Clayton Clayton 的SPEC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冲凉房 是多么的深 三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But then 这一个Touch up 来讲的话就 哼 我个人觉得它以后这边 会深很多Stains 那些发霉 所以清理起来的话 会是一个难度 现在这一间是属于整间房子 最小间的房间 你都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放得下Quinside Speed 之余 你这边还有多阔 这边 还有多阔 然后 这一个Area 还有很阔 所以你要放得下两到四个门的WARDROP 都不是问题 反正这一间房间的话 应该会是整间房子 比较偏暗的房 为什么 因为它就只有这边一个小窗口 再加上 老实说我不懂为什么会有一个窗口 在 在 entrance 的地方 所以这里其实它是 facing a corridor 或者是可以讲它是 void area 这个窗除了它来通风之外 它应该是没有什么亮度的效应 那当我每一天回来的时候 原本这一道墙 是可以拿来做一点Decoration 或者是摆一些东西的 把这一个窗 它就限制了我的这一个 举动 至于在它的Bedroom 2 你就可以看到 很不一样啦 它的窗 是给你Full Size的Windows So 它的光线就会非常的Healthy 再加上其实后面那边 还有多一扇窗 因为不要忘记 我们在的每一个Unit 都是Corner Unit So 如果像它这样子的Design 你这边倒是放给孩子做Writing Table 它有Natural的光线 它不用靠ceiling light 照着它 那一样的东西 这边你要放两张Super Single也可以 你要放Queen Size King Size 都不是问题 在Butterwolf的房子 真的是 符合不一样的Market需求 至于来到了Master Room 呃 这一个角落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浪费啦 有可能会是在他们设计 这个Layout的时候 为了要避开所谓的 门对门风水的效应 所以他就把他的大门 放在这一个Side 放在这一个Side 这一个Corner 如果 如果是门在这边 可能我的Wardrop啊 我的Walkway 我整间房间的那个空间 应该会更加的宽阔 而不会浪费掉 不过如果是说你要自己 Extend出来的话 应该也不是无问题 加一个Partition Wall出来 就搞定了 它吃掉了刚才前面的那一个角落 你可以发现到其实Master Room 并不是好像最大间的那一个 Event though 它还是可以放得下King Size 这边还有差不多整整 5尺的一个Walkway 一样也是给你Full Size的Windows So Ceiling High 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做了风扇 都好它整个 因为它是10尺三嘛 所以它的Ceiling High 其实是算蛮充足的 一个我会比较Question的东西就是 为什么我的Master Room的厕所 是比客厅的厕所小了那么多呢 嗯 那如果你们有在online search过 Paradigm这个Project的话 ByRide 它应该是要在2017年就Complete了的 So有一些Client 他们有讲这个项目其实是被onhold了 啊 But经过我们有问过Developer side 他们给我们的feedback就是 当初他们launch的时候 是有给了一个比较小型的agency 拿到exclusive这一个项目来做 And then 他们做的没有很好 registration也没有很多 So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Developer就把他们的focus point 转去了Jowie Complete了一个Project 那今天那一个Project已经Complete完了 他们现在就返回来这里 来focus回这一个项目 这样子 那我常常都讲啦 Show unit永远都不是我们的家 因为它是放了非常多的心思下去装修的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 Bear unit是长怎么样子 Let's go Alright So现在在的是Bear unit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的不一样 就是它的touch So如果今天也是来show room的话 刚才那一个touch是已经有装修过了 Originally 所以Developer会给我们的是2touch的touch 那可以看得到的话就是它的finishing 它的颜色都是长得off white color Evan 我们可以看到Bulgany的touch 它也是给Original来一乘一的哈 然后刚才我那边讲的是四扯 但实际来看的话是四扯半左右 那since我们来到了Bear unit 顺便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Layout 是Type A 是3 plus 1 room的Layout来的 那我们从大门进来 一样这个Partition旁边就会是你的Kitchen 这个Kitchen就没有像刚才的男的这么宽 就算包括了它的这一个Yard Area 也会比较小一点点 因为它这一间Layout 其实是FUFU 让需要比较多间房间的买家来用的 那其实这一间房 如果是说你要的话 你是可以hack掉它 变成比较宽阔的地方 but then 要小心的是 from 2那边 这边你会看到有一条Main Beam Either 你只可以把它分成两段 一段就是这里 变成Either 你的走廊 还是你的一个小小的Workroom 然后下半段 你可以把它turn into你的Kitchen 变得更宽 一点就是你一定要remain 这一道大概有这么宽的一个墙壁 因为这个是Beam来的 那为什么要把这一间房间hack掉呢 很简单 因为它基本上应该没有一些Naturel的Lighting会进来 不相信的话 看 跟我进来 看得到吗 其实这一间房我们现在是Daytime 没有开灯的情况之下 我把门关起来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我的对不对 so 除非你真的是很想一个很暗很安静的房间来睡觉 那么这个就很适合你了 要不然的话这间房迟早应该会是变成Store Room 但是我明白到一点 Type A是比较适合一些很想要搞比较多装修的人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其实它是给住你的3加1的房间 再加上三间厕所的一个配套 所以不管是你的2房 你的Master Room 再加上你的客厅 其实它都有自己的Toilet ok so good thing来讲的话 Developer它有separate出来 show room跟actual unit的那个spec 刚才我们看到这一个只不过是for 你的show room的unit而已 actual你拿到的时候 你的B-Late Monday yeah 会是这一个Math House so 比较实用一点点 好 好 然后又到了Math Advice的环节 我先说一下我对这个project的看法 对它的优点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个价钱啊 对不对 它有它的size 以在Buttonworth来说 Average这边的价钱 Bird Scrable还不会去到太贵 but 它会fulfill到这边的市场 因为这边的市场 大部分的人在这边以前都是习惯landed的 那它们现在正在经历着 fromlanded慢慢要移去condo的一个过程 so 发展上在design它们整个的建筑的时候都会想到 尽量的让它们有感觉到有landed的 feeling在它们的condo里面 which 是做得到的 那第二个点的话 Density 一定是它的优势啦 96间的一个项目 我相信在Penang Island 甚至Batuka 1 或者其他地方也很难再找得到了 再加上它给你一个 非常优势的那种car park base 也就是 from golf floor either 你是turn down to basement or turn up to level 1 而已 你不需要去转到三楼四楼 甚至七八楼的那一种的car park 所以它的layout 它整个的concept是非常适合拿来ownstay用的 那第三个point 如果今天你是有属于在SP Kulim 再加上Buttonworth Mainland 都转的一个人的话 这里的accessibility 绝对会是适合你的 不管你要去Kairo Hitam也好 你要去Kulim Lunas Right 都非常的方便 只是两个corner 你就可以到那一条highway上了 那至于disadvantaged的parts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整片地 surrounding 都会more towards on pocket development so 包括paradigm 它自己本身也只有不大的地 所以以后这边的发展 基本上应该都是以residence 为主 它比较少会有那些 economic factor的东西 就是经济效应的发展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今天你是拿来做investment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样适合啦 为什么 因为接下去起的product 可能分分钟会是你的对手 而不是队友 因为干料不是想的 全部都是在起residence 那第二个点的话 可能就是在于它的building plan 再加上它的layout plan 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属于那种door to door的 有一些layout的interior 还是有房间堵房间 也是门对门 除了刚才我们看的那个showroom之外啦 so 对于一些比较讲究风水的朋友们 可能这一个就不会是你们喜欢的一个点 but then 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是还好啦 有谁能够promise说 没有门对门就一定是翁翁叻 最重要是你住了舒服嘛 对不对 那第三个point 对我来说的话 因为它的价钱其实是算非常的便宜啦 at the moment 我们在它的spec 方面 也不能放太高的expectation but then Aircon Piping 你没有给我 你只是给我Aircon Point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方便的 为什么 当我要装修我的物质的时候 我的Aircon Piping 我要重新拉过 我要hack过我的墙壁 要把那个pipe躲进去 是一个不少的costing 如果我不hack的话 那么它整条黑黑的那个pipe 就会呈现在我的墙壁外面 so 这一个的话 可能就要看看 装修上要下多一点的功夫 这样子咯 Alright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 如果你对这一个项目有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以下的link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到你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 以及帮我share出去 我们下一集再见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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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